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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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不成立这样子概念的运算式 所以假设这个运算式是成立的话呢 就会去执行成立时候的行为描述区块 如果不是的话 就会去执行不成立时候的行为描述区块了 那么同样要注意到的就是 条件运算式它里头除了可以放入判断式 这种回传0还是1的情形以外呢 也可以是多位元或是单一位元的信号 再来看到的就是 如果在成立时所执行的描述区块呢 是多行的话 要透过begin end的方式来包覆 同样不成立也是需要注意 那么马上来看到的就是范例1 让同学来了解 怎么样去透过条件叙述来进行行为的描述 那么假设呢 ab out都是单一的位元哦 好那今天我专写了一个 always at a or b 代表总是在a或是b信号有变化的时候 要执行里面的叙述区 好所以透过一个begin end先包覆起来 那么再来看到的就是 我可以透过if else的方式来陈述我的行为 假设a等于等于b的时候呢 好这里所呈现出来就是一个判断式 会回传成立或是不成立的结果 那么输出就会等于1 那么下面就是否则 所以也就是不等于b的时候呢 输出就会等于0了 好透过这个简单的例子 就可以了解怎么样去使用if的条件了 还要特别注意一下 在always里头的等号左边的信号 一定要记得宣告成reg资料形态 接下来我们再看到范例2的部分 输入信号abc两个位元 out为两个位元 好透过一个always at小夸糊的方式 来描述这样子的条件 假设在里头呢 我们描述了if a 然后else 那这里放入的就是一个单一的信号 那到底a是多个位元 到底它是为真还是为假 就可以透过 好如果今天 a为非0的情况下的话呢 就会为真 所以out就会等于b 否则也就是代表a等于0的时候 好就是为假了 好所以out就会等于c了 那可以看到就是 到底哪些信号 必须放到我的事件表示室里头呢 好因为a会影响我的结果 b跟c也会影响我的输出结果 所以记得要把a over b over c放进去 同样的不要忘记咯 要去定义好我的等号 左边的信号是reg资料形态 而且因为out是两个位元 所以一定要把位元数标示清楚 好再来看到的就是 怎么样去描述一个 潮状结构的 好我们在这里举例 ab是一个位元 out为两个位元 好那透过这个 总是在a或是b有变化的时候 好会去执行 区块内部的内容 if a等于成立的时候 好我就会去执行下数的叙数据 所以我可以在a成立 也就是a等于 好非0的情况下 a等于1的时候呢 又可以再进行一层的 if else的描述 那在这里我们透过b来 好当做这个条件 所以也就是当a等于1b等于1的情况之下呢 我的输出会等于01 那另外一种情形呢 好否则的话呢 好就会等于10 再看到的是 外层的这个if else 好就会 否则的话呢 out就会等于00的情况 所以呢当a等于0 好 out就会等于00 不过有同学会发现说 这样子的两行叙数据 是不是应该要把begin end放上去呢 好这里特别请同学注意一下 虽然它看起来好像两行叙数据 实际上它是单行的 因为对if else来说 它永远只会执行一个叙数 所以if else 它可以看作是一个单行的叙数据 所以在这里其实可以不用加上begin end 不过当然你加上去也不会有错啦 好再来看到第二种巢状结构呢 好那这里也是 好我们举的是 有四个输入信号了 然后还有个输出 好在这里呢 我们可以看到 一样透过always的描述方式 好在这里一开始呢 if如果这个sel 会等于00的情况之下的话呢 我就让out等于seal 然后呢 再来就是 elseif 好如果sel这个 好等于01的情况下 好out就等于b 然后再加上一个elseif 好那 seal是等于10的时候 out等于a 好最后再一个else 好就是out最后就会等于00 那这样子的一种描述方式呢 就是用if else if else这样子的一个潮状结构啊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到底哪些信号必须放到事件表示室里头呢 好因为seal会影响我的输出结果 a b c也都会影响输出结果啊 好所以都必须放到事件表示室里头来 这样子的一个潮状结构呢 是将二分法变成一种多路分支的模式啊 所以可以根据seal它不同的一个情况来进行多路分支啊 以下呢是本小单元的相关参考文献 请同学参考 各位同学 在这个小单元里头 魏同学介绍了在行为描述模型里头的条件叙述 透过if else的方式来描述 那么它是一种二分法的一个方式 那么在接下来呢 我们要继续为同学会介绍 叫做多路分支的另一种表示方法 谢谢大家